台股万七之际还能买股票吗 创意威胜能不能续报会不会有反弹呢 马上就为大家揭晓哦 冲冲热的冲冲热 冲冲热的冲冲热 啊 涨停板啦 按赞订阅留言才能赚涨停板 没错 欢迎收看标股及先锋 我是千涵 我是钟祥老师 我们破800订阅啦 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赶快扫描QR Code 或是搜寻标股及先锋林中祥分析师就可以找到咯 赶快手描这个这张图订阅起来吧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盘市 台股是上涨了52点 那今天呢是一扫昨天的颓势啊 像我们可以看到记忆体族群 还有NB族群跟AI族群都在展开公式哦 到底万七之上还能不能买股票呢 老师怎么看 好 我们注意到了啊 老师一直在提供里面一直写 订阅按赞分享 老师的股票就是涨 就是会飙 对不对 你们买伟创 广达技嘉在今天来说 不怎么快乐 昨天已经没怎么涨了 今天也没怎么涨 我是不是告诉你 昨天艾普拉尾盘 今天又拉尾盘 我是不是告诉你 卫胜开始要涨了 对 你不要卖 一张都不要卖 将来180200块 你再看看嘛 你再看看嘛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我们买进的创意 今天赚了60块钱 同学我们讲的话都实实在在 我们昨天买我们就讲我们买了 对啊 昨天没有涨哦 昨天收在平牌了 但是昨天收一根红K棒 今天又一根大红K棒 所以同学我们所有的股票都放在所有同学验证 老师金星科今天开高走低 老师我去当冲金星科 金星科今天没有量 你去冲金星科 你为什么不冲艾普呢 对不对 但是金星科下礼拜议会长 好 再来怎么操作 我们先看一下 订阅订阅订阅 超过800个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牌 今天大牌是不是收最高 涨不多啦 涨52点 我告诉你啦 在这里也不可能再涨个200点了 昨天这个跳功缺口 今天是不是回补了 对 昨天是不是重挫嘛 对 昨天还跌91点 今天盘中最高涨多少 74点而已 74 所以等于说你昨天买的股票 到今天不见得赚钱 嗯 对不对 不见得赚钱 为什么 因为昨天跌下来是跌9 是跌90 收盘跌91点 盘中跌190几点 但是各位 三四四三的创意 有没有 对 冲冲热啊 冲冲热 冲冲热啊 冲冲热 这边是涨60块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创意我们真的很会做 我们全市场第一名的 这里买的这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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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全部卖光光 一张不留 下来再买 上去 又赚钱了 对不对 好我们看6531的爱普 快创新高了 搞不好下礼拜一 就创新高了 今天有一点量 还不错 但是你放心 因为股价400多块 所以它的量不可能有 那个什么1万张2万张了 对 太贵了 怎么可能有1万张2万张 但是 老师你说会到500会不会来 我哪里在 对不对 2388的威胜 同学 你们担心的威胜 你们买在相对高点的 我们会员都买在很低点 有一些观众来找我 都说买在160以上 告诉你一定赚钱 因为王雪红出来讲话了 因为大陆的IP 这个威胜赚很多 前面这个182应该 不会有 不会有投资朋友买在182吧 目前看来买在160块的居多了 160块 明天下礼拜一就160了啦 好不好 下礼拜一就160了 不要担心 你看你看 今天谁在拉的 老师你在拉的是不是 没有啦 老师电话线 啰啰啰啰啰这样而已啦 啊 老师拉上去 休息休息 再拉上去 当冲就出来了 今天最高158 158 老师又教你的258的258 258 老师告诉你 下礼拜158就过了 158就过了 对不对 3661的四星 对不对 还是小涨 361四星 但是涨的没有 没有3443的创意多 对不对 因为创意太贵了 你要再涨很多 也比较困难了 来看一下6533的金星车 很多投资朋友今天开盘去追 老师你不是说会过460 没有啦 但是注意到 是收红的 嗯 好 今天亮是不是说 对 下礼拜一是不是会攻 为什么会攻 你知道 今天亮说嘛 对 老师为什么都收黑K 因为他五日线跌破了 嗯 他外资不是上看 不是上看这个560吗 哎 他也差不多了 老师是不是在Taguan 里面讲450你就买 对 你为什么要去追呢 嗯 哎 今天有最低449 你买到449 你不要赚翻了 啊 下礼拜一460就过了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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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同学不要紧张不要着急 你看一下今天2382的广达又是开高走地 对 老师人家说广达碰到压力了嘛 嗯 对不对 2376的技嘉又是开高走地 技嘉不是很多老师在叫吗 压力也 他际线我跟你讲 这条际线是下是开始慢慢往上走 没错但是这条线压力太重 你们不要乱做股票啊 啊 来找钟翔老师过个好年 好 有问题赶快问 好我们第一档就是343的创意 买在1790还能续报吗 当然续报啦 我们昨天买 我讲真的 我们昨天买的今天把它卖掉 嗯 那老师那我买在相对高 我告诉你我礼拜一搞不好 有低我们又再买冲冲的 你看他今天这条均价线看到没有 对 有没有看到 有 他今天是不是杀到平板 突然拉上来 嗯 这里谁买的 这个量很大了 这1000多块的股票不可能你买的吧 对啊 你也买不上去嘛 你有有啦 你买100张买得上去了 一张要100多万 100张不是好几亿 对吧 你要好几亿你也不会来参加会员 对吧 你自己做就好了嘛 对吧 好 你看一下是不是上去 好 老师在这里有没有跟你讲会连三红 一红两红 这里是连四红 对 老师那礼拜一会不会涨停板 今天1750要是258嘛 1750的涨停板就 1760 今天1760 1750 最高啊 最高1760 收盘 我说收盘了 1750 1750再加17 哇 那涨停板就1900多块了 就创性高了 1900 好啊好 那再来 好还有6937天宏 买在242能解套吗 哇这个成交量好像有一点点小 500多张 哎这一支应该是上贵的股票吧 嗯 对不对 嗯 这里有一根大量 240块 哎 22 哇你买在这个最高的这个红毛猩猩这里呢 哈哈 红毛猩猩 上面有毛毛啊 你买在这个最高的红毛猩猩这里呢 啊 不过他今天能够拉尾盘算不错了 嗯 242块啊 那礼拜下礼拜要涨停板 拆解套 嗯 同学 能够买200多块的股票来找我嘛 老师帮你赚回来嘛 是啊 对不对啊 省一点点汇费 对不对 你买一张就输二十几万了呢 两百多块嘛 嗯 一张 一张二十几万 输二十块 二十块是两万块的 对 一张是不是两万 对啦 两万了 好 所以同学不要乱做 啊 技术要解套就出一出了 好再来 好 8222 保一 我不知道 哪一些 哪一些 哪一些同学跟你们介绍这种股票 老师 他军工概念股这里很会飙 我告诉你啊 这里为什么会飙 你知道 那在炒题材 那时候啊 嗯 那个美国 美国那些人来啊 就说台湾要打仗啊 给我们那个 对啊 给我们武器啊 那大概是在四五月的时候嘛 那时候都在炒那个什么军工概念嘛 对 美国的那个什么团啊 又跑到台湾来又见蔡英文啊 说台湾要打仗 我问你台湾真的要打仗吗 你希望打仗 我不希望啊 对不对 要发战争财 但也不是你发的啦 我跟你讲 真的要打仗 这股票就跌停板了啦 嗯 老师要打仗 我这个军工概念就会上去 要打仗股票全部都跌停板了啦 还有军工概念股会涨 你讲给谁听啦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来解一下 你买多少钱 他有讲买的吗 他没讲 我问你 上面这一条叫半年线 嗯 他是不是往下歪 是 啊唯一的好处这个这个下面的均线还在纠结 这种股票你注意到这里是不是毛毛 嗯 这里是不是毛毛 对 连这里都毛毛 嗯 这里都毛毛 你没有发觉只要涨个两天 他就毛毛了 对 啊昨天还毛毛 今天呢 今天就不动了 跟你讲啊 站上大概50块左右能够卖掉就 如果有来到50块就把它卖掉了 嗯 好 不要再想怎么发战争财了 我告诉你啦 真正有战争 股票全部跌停板 你也发不了财了 是 不只股票跌停板 甚至于 不只股票跌停板 甚至于这样 甚至于说这个这个 房地产都会暴跌 都会暴跌 所以不要这样想 那军工概念股也不是你吵得动的 那题材是一下下 那美国 美国团要过来的话大概吵个两天 嗯 那美国团走了 就结束了 是 好 再来 好 还有2388V胜买在167.5 有反弹机会吗 一定会反弹的啦 167.5不会赔钱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买太高了一点了吧 啊 你买太高了一点 真的太高了 对不对 这一天开盘是168 我记得 然后就杀下来 公布营收这一天 就杀下来 但是你放心 王雪红啊 那个雪红阿姨啊 最近在开那个忘年会 他出来讲话了 他说宏达电宏达电宏达电2498 对 宏达电 你看宏达电都涨上去了 是 对不对 雪红阿姨出来讲话了 我告诉你宏达电绝对不会涨的比卫胜还多 你看威胜今天涨 对不对 对 威胜还有一支 跟 威风电子吗 还是什么 威风电子 威风电子 大家要接我不知道 我查一下 威风 威胜其实做的哈 大陆的晶片跟金利科差不多 威风电6756 我们来 待会来看 我跟你讲 金利科纯粹炒作 我有讲过270以上你要卖 有 我问你他有没有到270 有 你卖了没有 没有 你把这个金利科卖掉的钱 你来来 买威胜还比较正当 金利科炒完了 对 炒 炒 人家炒结束了 你不要在那边 跟着后面炒 结果 结果 你有赚还不出 到时候变赔钱 不要怪我 好不好 因为做大陆的X86 我告诉你 威胜还是 good 再来 好 还有 我销 6485的点续 买在124元 要出吗 同学你们很奇怪 今天大涨你竟然还没有赚钱 因为你买在 太高了 你买在猫猫的最高点 点续它也是做 所谓的记忆体的 记忆体IC 记忆体的 我告诉你做记忆体的有哪些 6531的爱福就做记忆体的 老师5351的预创也是做记忆体的 老师有写开盘价515 冲到522 我告诉你礼拜一它准备涨 为什么 来 因为它上面毛毛 不是 上面有毛毛没关系 上面有毛毛没关系 大家涨上来就要出 有人赚钱就要出 让他出没关系 它下面也有毛毛 对 好 为什么礼拜一会涨 老师有电话 不是 老师有电话之外 我弄给你看 它是不是涨上来以后 回来 这一条叫五日线 五日线12345 五日线这里是不是扣低值 这里还扣高 拜托 这还扣 扣在这边的高点 大家都坐在这边 最近融资减少了 最近外资有在买了 对 今天的高点有没有比昨天高 有 有 今天的高点没有比这一天的高点高 也有 有 代表 同学 它已经要喷出去了 现在补的就是一根量 礼拜一会不会有大量 4万张会不会拉涨停 搞不好 4万张拉涨停 这一次的CES涨 它有涨 你看 它五日线 对不对 点续是多少 2485 六四八五 对不对 点续是不是也站上五日线了 在记忆体IC吗 同学 你为什么会买在这里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要想 我问你 如果回到了季线再来买 不是很漂亮 你为什么要那么急 好 那老师 爱普 爱普随便你买在哪一个点 你只要不是买在482 你是不是都赚钱 对 老师有骗你吗 老师没有骗你 老师说爱普将来会到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我不知道 不是我控制的 但是爱普未来会很好 好吧 再了 所以点续124的要出吗 现在 现在不要出啊 你靠近成本120以上 120到130之间你就要出来 好 还有1210大成 他们在62块 可以续报吗 哎 涨那么多了 62块 62块 那 那是很久之前的吗 你 你买了超过10年是不是 同学 等下 我有点没看懂 62块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们看一下 62块 我们看一下62块 12110是不是 对 12110 62块 没有10年前了 这里而已了 哎 同学你们买股票 7、8月之后 今年7、8月 对 7、8月 就是那时候鸡 鸡 说这个鸡蛋的问题 有没有 大成你知道做什么呢 大成就是做食品股 就是鸡的 鸡鸟鸡 哦 那时候鸡肉不是一直 鸡蛋 缺蛋 对 缺蛋 那时候缺蛋不是吗 变变变变 哎 同学 很奇怪 人家从51块涨到62块 这里已经涨了两次涨停板 你怎么会买在这里 那你要买的话 这里刚刚站上均价线 你应该买在54块啊 哎 可是他最近也很强哎 最近很强对啊 最近的鸡蛋发生什么事情吗 没有 最近鸡蛋没有事情了 最近鸡都还在涨 但是鸡蛋 鸡蛋的风波已经过了 哎 这只股票 有人在做上去 对啊 62块 我跟你讲 他问了问续报 可以续报 急涨60块以上 对啊 60块以上 所以很难回到62吗 还是 很难的 哎 他他有量 啊 这一只我知道 最近好像有头信在买 哦 你看老师 都有那个 鸡蛋鸡蛋鸡蛋鸡 开玩笑了啦 对不对 啊 急涨就把它除掉 有12块是买的高了一点 但是还好啦 输不多啦 啊 一根涨停就回来了嘛 但是你不要想哦 大城要涨停很难啊 啊 大城要涨停比 比那个 大城要涨停就变成汤姆克鲁斯 哦 对 他可以慢慢涨 但是他不可能会涨停 因为大城要涨停真的很难 好再来 所以60 60块以上出 对啊 你60块以上出 你也没赔多少 再来 还有3014连羊 连羊也是IC设计啊 比较好一点 你看这种股票啊 涨一波 涨两波 涨三波 这里全部爆大量 嗯 啊 现在跌下来没有量 它是连羊是属于连电集团的IC设计 嗯 那应该也不至于多烂啦 不过 你要注意到3035的字 昨天暴跌嘛 今天弹上来了 我跟你讲啊 我有我有写过了 350 他如果要办宪征之前 他也不容易大幅跌破 对 但是 昨天这个跳空缺口也没补啊 嗯 对 我跟你讲啊 他不太可能过400 老是外资看400 那明年啊 哎 有没有转机我也不知道啦 嗯 啊 外资写一写 你太相信你就会追在高点 举例来说好了 6533 对不对 外资说看560 结果很多人都买在520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450你就不敢买了 我们不要说多啦 啊 那他的recyc 他再上来到500块 有机会啊 还是会涨啊 啊 但是你说到560 可能明年吧 嗯 所以有时候外资写目标价 你不要相信太多 就像6531的爱普 外资本来写目标价500 嗯 啊 现在调高了变550了 所以他涨还有点道理 是 对啊 他他写550嘛 对 他本来500嘛 后来改550 所以他就有可能到500 嗯 那550还不知道啦 啊 所以同学你要注意到 外资写的目标价 外资写目标价台积电写700 那你去买台积电好了 嗯 那老师 所以连羊要怎么看 连羊30 14 因为他现在感觉一直在破破底 100多块 他前一波潮很凶 对啊 这一波前一波潮很凶 走到182 182 对啊 182.5 我跟你讲啊 这个股票如果150守得住 应该会到160了 嗯 160以上就把它出一出了 是 好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我们连羊是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好 同学加入我的这个啊 订阅按赞分享 老师每天都会写 老师昨天写些什么东西 老师昨天写会涨的股票 嗯 对不对 啊 昨天威胜不是 投信大坎吗 对 我说太好了 所以威胜今天会涨 你看威胜今天有没有涨 对不对 老师说3443今天会涨 你看3443有没有涨 嗯 老师说6531 他也不会过452块 那你看有没有过452块 是 老师多准啊 对不对 加入你就知道哪一些股票会涨到什么价位啊 同学我写的 如果写错了啊 那就丢脸丢丢丢丢了 但是老师通常都是对的 啊 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 每次都对 啊 不好意思 我就是这么厉害 是 不然怎么样啊 所以同学跟着我做就对了啊 祝各位 周末愉快 还有一个圣诞快乐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的分析 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 礼拜一 我们也会录特别节目回答大家的股票问题哦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 本公司已忘记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